I want to take you to a place I'll verify my leader 11月29日 谢霆锋的经纪人霍问希 在微博中晒出了衣组谢霆锋做汉堡的照片 在照片之中谢霆锋依旧书 折自己的大背头穿着格子衬衫和围裙 在认真的做汉堡 虽然是一脸认真的模样 但是在做饭的时候也是笑容 满面看起来心情非常的好 而张博之在今天也曝出了生产第三胎的好消息 不知道他心情好是不是与这件事情有关 认真做饭的谢霆锋看起来非常的帅气 从外貌上将他几乎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还是一样的年轻 谢霆锋一直忙注录节目做饭 关于张博之生产三胎的消息 他也直接表示不回答了 记者虽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但是在谢霆锋这里没有吃到闭门羹 也算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看来他与张博之离婚后两人的关系 还是很不错的 否则谢霆锋可不会这么温柔地回答记者的问题 谢霆锋从开始认真做饭以来几乎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专业的厨师 虽然他现在几乎是没有拍电影开演唱会 但是一直在拍摄美食节目 也算是让粉丝们有了眼福 看到他做汉堡都这么认真 想必最后东西也一定很好吃 谢霆锋对自己做出的饭要求非常的严格 这样认真做饭的样子还真是帅气 虽然张博之出了生孩子这么大的新闻 但是在做饭上面谢霆锋还是不能分心的 从照片上看谢霆锋的心情非常的好 脸上的笑容也非常的温暖 张博之生宝宝的消息虽然曝光了出来 但是到现在也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 不知道谢霆锋之不知情 看到他笑得这么开心 想必也是再为张博之感到开心祝福吧 自从与王妃汉好后 谢霆锋整个人都非常的幸福 看起来非常的有精神 不过这次张博之突然生宝宝 也有不少网友在怀疑会不会与谢霆锋有关 看到他今天这么开心的样子 不知道是遇见了什么事情 不过他现在与天后王妃生活这么幸福 或许和张博之的孩子扯不上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与明镜与点点栏目